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是和曾经小伙伴的重聚 让杨子更加怀念逝去的小学校园生活 都想再回到过去 上课 下课 打闹 值日 那半天一天也将是莫大的满足 贴心的制作单位也是想杨子之所想 特别联系了他的母校 准备原杨子一个学生梦 但是后十五年 杨子将重回母校 面对曾经的师长和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 以及一众小校友和他十五年后的学生生活 将会发生前什么有意思的事情的 我们将为您全景真实呈现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代际沟通节目 我的校友是明星 有请节目主持人马东 马丁 非常高兴 同学们请坐吧 请坐 很久很久没有这种待遇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我的校友是明星 我的校友是明星 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 用心科技 用心生活 本栏目由宝岛车叶特约播音 感谢由飞科电器特别提供的奖品 介绍一下啊 在我身旁的这位 是我们的班主任 马东老师 老师好 对 在我身旁的这位 是一直想当班主任的马丁老师 现在我暂时是副班主任 同学们有可能把我推为正班主任 我等待的这一刻 因为今天来的都是我的发小 来自北极市房山区 燕山新城小学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 我们两个今天带领同学们 去看一看我们的明星校友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 这个明星校友啊 其实大家很熟悉 但是说出他的故事来 你们不一定猜得到他是谁 对吧 这校友啊要说有特点 首先一最大的特点 人称比剑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欺男霸女啊 所有女生都怕他 所有男生都恨他 因为他打人 第一个女孩子 在学校里面还欺男霸女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对 第二个特点呢 第二个特点是 拉他 女孩 女孩 穿着秋裤就敢上课去 班主任你今天穿秋裤了 穿着秋裤去上课的女孩 第三点呢 第三点 后来突然变漂亮 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就出水不容了 瓶瓶瓶瓶瓶了 四小花蛋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女大十八变 对 我们这个好好的一个同学 被马丁同志 这么一番介绍之后 相信大家对他 已经充满了好奇 是谁你们知道 他今天是以什么形象 出现在这个现场 我们需要大家热烈的掌声 有请他和他真正的发小同学 上场 有请 爸老师好 杨子你好 杨子你好 杨子好 你好 90后的他 因出演家有儿女 成为名造一时的小小童星 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深造 更被誉为90后四小花蛋之一 2011年 因出演 由天室卫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投拍的电视连续剧 幸福来敲门 广受观众好评 今日面对昔日校友 以及一众师弟师妹 曾经品学兼优的杨子同学 你能经得住考验吗 杨子最好 杨子同学们都长得吸气骨盖 这个杨子我们大家熟悉了 这位是谁 这位是 就是都是我从小的发小 可以说 然后这位特撞的这个哥们 他是以前我们体育委员 然后这位是我们班男生 个儿最高的叫做郭旭 我叫郭旭 我当时是给他打杂儿画板爆的 对 哎说起这个来 今天带的礼物来给你呢 多少钱什么 我做了一个 一系列明星片 哇谢谢 还有一个画像 还有我一琢磨 光带这个有点单薄 然后我昨天晚上熬夜给你画了一张像 虽然就不带像 给同学们看看来来来 这就你小时候都不按着这样 凶手恶煞 你别说你别说 来来来来凶手恶煞 估许在我们班画画是最好的 大家说像吗 同学们 还行还行还行 愣把一额蛋脸画成挂点脸 对对对对 你刚才前面说的那些故事是你吗 啊 虽然我不想承认 但是事实就是我 七男霸女是什么状况 其实没有 刚才其实女生都特别喜欢我 因为男生就是他们比较调皮嘛 没有啊 没有我可老实了 所以我就替女生去暴打不平 所以就跟男生总是打下了 当时怎么打的 来来还原影响 大小伙 我播出去了 你说吧怎么打 我小时候基本上打的是这样的 先先薅住这薄领子 然后就这样 哎呦 一般人在这 师哥 师哥 哪有这么夸张 刚才白冰上产说了一句话 说你小时候是男生是女生 他不太清楚 所以说明杨子的小时候是男孩子性格是吗 对 我小时候特别男孩 特别男孩 特别男孩 什么时候变身成功呢 其实我上初一那一年 其实我还是想打男生 就突然打的 就是老师还起立的时候发现 哎 怎么都这么高啊 然后就觉得 哦 这已经不是我的时代了 我觉得我该退了 嗯 很变好 退 退隐江湖之后 对 化妆成女的出来拍电视剧 对 明白 明白 拍《家有儿女》第一部的时候 就那时候还是天天跟他们一块打呀闹啊什么的 他们说你的心路算是特别顺利的是吗 其实也不是 我第一部戏其实也是去当群众演员 嗯 然后就是第一部主演应该就是《家有儿女》 那时候十一岁 但我其实五岁的时候就会演一些广告啊 拍一些小的电视剧 只不过因为小孩 其实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演主角 所以就只能到我十一岁那一年 正好就碰到一个特别好的运气 就演了《家有儿女》 来 手放下来啊 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啊 然后没有 没有经验啊 镜头只卡到我没有你只有肩膀 对 然后就一直这样 没词也是坏了 还没脸 没脸 就一直这样笑 然后就完了 没词啊 没词啊 没有词 广告语是不是 没有啊 没有广告语 我发现很多童星都是拍广告 然后被导演看众说 哎 这女孩长得挺可爱的 如果到我们戏里面来 能够增光天彩 结果来了以后往往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女孩不会演戏啊 你是那种天生会演戏的吗 其实也不是 是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那种朗诵七七浓厚 说话不会说话 爷爷 是那种的 小的时候好像很多孩子都会这样 我有一奇怪的问题 就是你们一个小学对吧 一个班 一个班 这两位闺蜜 当时心里会不会不舒服 就凭什么她就 对吧 就演广告 后来还就成名了 为什么不是我呀 大家这节目看到这儿就发现两个主持人 一个是小人之心 一个是君子之朴 对不对 这些都特别明显了已经 是吧 来 你继续问 对 反正我是副班主任嘛 是吧 我必须得冒头对吧 那同学 说真心话啊 真心话 真心话 真心话就是我就感觉当时 要是她出名了 没准能烧上我 一加一是吧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对 当时特支持她 因为我想烧上我 最后也没烧上 你陪她去过吗 陪她 对 这都没带烧上我 对 就造天堂 就是她真正去 出去风光不见的时候 没 没烧了 梁子为什么不带着你 因为那时候吧 我的机会还很少的 怕他们抢了你的风头 也不是 就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表演天赋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真没法做朋友了 我不好说一下 得罪人的事全出来了 对 可能只是两个字吧 对于我来说就是 优秀 她从小时候真的讨厌了 这都被人发现了 现在在电视学院念书 快毕业了 对 快毕业了 表演戏 是不是在电视学院 会有一个重新发现表演的过程 对 进学校之前 我们都是这样仰着头走的 你现在大四全都是低着头 因为你觉得这四年 你见识了太多更好的人 你们班真的有比你好的是吗 有太多了 好 说话要小心啊 你知道就像你们这样的班 就是出来以后吧 慢慢的就都会被大家认识 然后不一定谁演了哪部戏 谁演了哪个电影 然后就火了 火完之后 大家就会把今天录的这段东西 不停地拿出来播 所以你要带着这个心理准备 重新回答一下 你们班谁比你强啊 我们班 我觉得三十二个人 我是最后一位 你看 立刻有 立刻就明白了 我觉得电影学院这种学校的学生 其实都是仇人 是吗 骨子里 大家又一次看到了这些小人 没办法 这就是骨子里的东西 却将来有竞争嘛 但是一回到自己小学的时候 那就都是亲人 对 是吧 今天在座的都是你母校的师弟师妹们 你出来你不能说 你你你跟做电视你可以介绍说 大家好我是杨子是吧 大家就觉得明天 你要面对师弟师妹们 05后 你怎么介绍自个儿啊 哎呦压力生好大 看到他们想到了自己以前 就 你正正式打个招呼 正式打个招呼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 哎 你别人说话啊 那你正式介绍自己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 什么意思呢 你好好说话 师弟师妹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师姐杨子 我不知道你们 老师姐了 知不知道我 但是我曾经在1999年的9月份 我跟你们一样 第一次踏入了星城二小 现在是星城小学 然后那一天 我也是非常的憧憬 然后很紧张 也是跟你们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们 其实心里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仿佛看到了小的时候我 就是很熟悉 然后很感动 你在班里面做哪一排啊 我在最后一排 你在最后那一排 依稀看到了你自己身上的影子 是吧 对 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希望 把今天到场的明星嘉宾 带回到的那个场景 每一个人都从小学度过 每一个人都在小学 留下了自己的 他们叫青葱回忆 那个东西会伴随你一生 挥之不去 里面最重要的身影 往往就是你的班主任 今天我们把杨子的两任班主任 都请来现场 来 让我们有请两位老师 有请 张老师 张老师 来 杨子 帮我们介绍一下两位班主任 这位是我一二年级的班主任 叫张静红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 张老师好 十年了 十年 差不多了 十年 杨老师手上还拿着照片是吧 这是 对 这是我珍藏的 我们班的合影 他们班的 是吧 找到你自己 给我们也看看 乃之女 哇 这小时候长得太好看了 对 我太厉害了 我家那个 我怎么这么好看啊 小时候 哦 这个是 就这个胖的那个是吧 对 对 这个是小时候的你啊 对 哎呦 长得一点都不像 哈哈 那时候还真挺好看的 这是别的 这是别的 让我看一下 让我看一下 哎 你别说 嗯 杨子小时候 嘿 长得真像 真跟我有点像了 哈哈哈 哎呦 杨子小时候就是一个好看的女孩子 对 而且我猜啊 这同学们你未必都认得出来了 杨子 杨子当时在这个整个的班里面 因为受到老师的眷顾 同学的爱护 所以比较目中无人 嗯 记不住同学们的名字 是这个意思吧 没有了 其实我 他们我都记得 我们要给你一份神秘的礼物 哦 来吧 来 请坐 请坐 这礼物就在大屏幕上 回头看一眼 这个这是一些关键词 对 就这些关键词 代表着一个神秘的嘉宾 你来猜一猜会是谁 这个人 怕你妈 会不会是你初恋男人 哎 怕我妈都特别多 特别多 妈那么厉害呢 就是你 你的这个厉害是 你妈的遗传过来的 哈哈 第二 保护过你 第三 帮你当官 你当过官啊 小时候阴影课代表 还有大队长吗 哦你你三道尬是吧 对 你管这叫官啊 难道不是啊 哦 练签名 练签名 你小时候当 大队长时候就练签名 当别人 拿着别人的课本 每页签上自己的名 哈哈 人家招你了 还有一个 圣诞卡片 这个有没有线索 其实我都大概清楚一些 可是这么多线索 应该会两三个人呢 不 汇聚到了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 会是谁 你自己说说看 帮我当官 这个 这个事我是知道的 应该是一个男孩 对不对 这个人叫什么 郑思村 来 我们请这个神秘嘉宾登场 看看他会不会说错人 哎呦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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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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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哥好 这位韩国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郑思村 是在1998年9月1号 非常不幸的和杨子同时 踏入了新城市 二小的校园 但是更加不幸的是呢 我坐了他五年的桶桌 饱受他的摧残 还好我当时意志坚定 内心不够强大 所以我才活到了今天 明白了 然后 虽然活到了今天 但是活得好像不太完整 对 我觉得也是 当时牙都被打松动了 到现在还没治好是吧 不是 这个牙吧 是我特意 我怕他今天再打我 加固一下 然后加固一下 你知道吗 带小卡片来干嘛 就是说 我记得小时候 每年的圣诞节 然后呢 他都会送我圣诞卡 你们俩是仇人吗 想起来了 就是 其实平时是仇人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吧 还是挺懂事的 对 然后就是杨子晴 我想有句话跟你说 你知道吗 请相相而理 你怎么长这么丑了 我觉得 我能说话吗 当然 你能长这么胖了 这牙套真是一位品 你们俩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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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之后就再有没见过 来吧 念吧 念吧 你要 我小时候的名 虽然大家都叫你杨子 但我们更习惯你小学时候 咱们刚认时候的生活 转眼间十年已经过去了 作为朋友 我们同样不会忽略你光芒背后 所付出的汗水与努力 而这其中的艰辛 也只有你自己可以体会得到 不会忘记 你在十八岁成人礼上 所流下的泪水 不会忘记叔叔阿姨 为你温波时 所受到的委屈与无奈 但我们更想大声告诉你 无论风雨 我们都会与你同行 走自己的路 让流言蜚语 无路可走 最后送上我们的祝福 要快乐 要坚强 更要拍好多精彩的电视剧 电影 还有微电影 多拿点 多拿点小心人和小金鸡回来 嗯 子哥 记得想我们哦 还是挺感动的啊 虽然他 他不是那种护花石热 他是在你真正有困难的时候 他会冲上来 嗯 但是平时他 他觉得不会出面的那种 嗯 就是在你最觉得 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 往往他就出来了 嗯 所以那时候虽然挺烦他的 可是他却让我很感动 嗯 来吧 再给孝友一个拥抱 嗯 谢谢你陪我一起长大 哎 哦 谢谢你今天来现场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郑思春 谢谢 你的使命完成了 十年之内 杨子也不会再见 再见 拜拜 今天来这个环节叫挑战的效果 也就是杨子 对 也和小朋友们PK了 嗯 他们一个个你看那样 不服气啊 对 梁子你怕不怕 有两个字优秀 优秀 有来劲了这是 你可以挑对手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小朋友 上台给你PK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不要找女孩 嗯 随便找个软质的捏住 对我听马老师了 那我就找个男孩吧 第一排中间那小男孩 哎 第一排中间那是个女孩 哈哈哈哈 谁买眼神啊 开个玩笑 调节一下现场气氛 哦 来 那你今天这么说 中间笑女孩 但是我觉得你眉目之间还 眉目之间还是很清秀 哎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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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都有一个游气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了 赶紧给大家介绍过去 嗯 大家好 我是三年一班的纳帅 我的兴趣爱好是 谈谷中 朗读和唱歌 朗读 你选了他 祝你好运 刚才说你朗更好是吧 嗯 有多好 杨子啊杨子 你在我的心中 就是那么不起眼的一粒小沙子 哈哈哈哈 你在我的心中 哈哈 哎哎怎么着 回去回去回去快快快快快 啊 我在动手啊 走走 你看 为什么你啊你 男孩女孩啊 嗯 你保护好了我放心 嗯 第一道题 咱们就是语文题 语文题 嗯 题目呢 请看大屏幕 朗诵填空 哎 一边朗诵一边填空 他们俩分别将拿到一段文字 啊 必须根据自己对他的理解把它朗诵出来 你听清楚了吗 那我这样 我也按照我当时三年级时候朗诵的感觉朗诵吧 你不是 那已经是你的最高学历了 哈哈哈 就平常 平常心就可以 平常心就可以 对吧 这样子准备好了吗 准备 开始 这只饱饱的挺着肚子唱着歌 来到一棵大树底下看到一只卓鸟 漂亮的卓鸟 咱们俩 咱们俩 不认识了 咱们俩公鸡种鸟到底谁最美 哈哈哈 哎呀 对不起 老叔找了虫子 我要给他治病 公鸡听了唱着歌高高兴兴的走了 啊 谢谢大家 这也来小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帅 来你请吧 公鸡见谁也不跟他比美 只好往回走 在路上 公鸡碰到一匹驮驮驮驮的老马 向老马说了自己和啄木鸟 蜜蜂青蛙比美丽的事 他伤心的问老马 老马 伯伯 我要跟他 我要跟他们比美 他们为什么都 不理睬我呢 老马说 因为他们懂得 美不美不光看外表 得看能不能帮助人们做事 公鸡听了很惭愧 再也不去跟谁比美了 他每天天不亮就窝窝地打鸣 一遍又一遍地催人们早起 一番语文课程的比评过后 看来我们的明星校友杨子 并没有占得半点便宜 再经过全班同学的举手投票 杨子也被校友以压倒优势击败 在语文课程的比评中败下阵来 作为失败者杨子来 请你向胜利者鞠躬道歉 来 开始 纳帅小朋友对不起你 我输了 好可爱 好 谢谢纳帅 谢谢 谢谢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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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帮你圆一个梦 那你唱一天的小学生 那你唱一天的小学生 好天 来 谢谢准备好的校服 哇 校服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有变化跟书包 漂亮的换衣 喜羊羊 那会一会换上 咱们就请慢上去 好 那我先进去换上了 好 行 哇塞 那是写着我的名字 对 校服给你准备了 好笑 我看大屏幕放我的照片 还有说欢迎杨妮奥回来 我就觉得好温暖 就无论我走到哪 这永远是我的母校 好 我当年也是高二楼 是吗 现在我就教三年一半 现在咱们就请 三年一半来上课 游柳 来 请 游柳 好 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上一节课 好不好 怎么有点紧张的 没关系 来 我看看啊 哎 你的朋友有点 好 好紧张 好 我问你 好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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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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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养子的任务就是 同为小学课堂 跟同学们一起相设 做一个普通的学生 好 坐这个位置 我这么高 坐第三个 今天的直语生就是养你 我都习惯叫他养你 高科技了很多 那时候我没赶上 我们那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黑板 然后桌子跟椅子都是木头的 感觉一切都很神奇 感觉很久没有来这了 变化了特别多 好 站住 起立 老学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我知道今天我要给他上课 说实话真挺紧张的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 我怎么面对他呢 那谁能在你的数学纸上 挂出我们这八个方位呢 两姐同学你会发吗 都能西北 对啊 试一试好吗 来 我对方类是一窍不通 你比如现在问我哪边是东南西北 我完全不知道 画完后面就做好了 我们先来看杨总统画的对不对 对 对 对是吧 哦 对 那在地图上 这个方向我们得先确定哪儿啊 上北下南 左西有东 我只知道上北下南 左西有东 但是他如果问我那个方位是哪里 我就会完全硬点 来 拿住我们的手一起指一指 北下南 北下南 西 西 东 好 在教室里能找到这些方向了是吧 我提个问题 什么手艺 什么手艺 我提个问题 好 我提个问题 在这个教室里空调 在什么位置呢 空调在上面没问题 我提个问题 把他调成这些 看 正对着靠脚 他动脸他靠脚 我没有上 我在小时上课 不是 不是 别丢了 你说清楚 我那个有先听过好了 我要那个单听 我要再说了 我觉得上课打电话 第一是打扰老师讲课 第二是同学们都不能认真听讲了 虽然你很忙 但是手机会不要再响了 不然我们这课就讲完了 我特别怕老师 我从小就怕老师 我在以前上学的时候 看到老师都是很害怕的 不是特别敢多跟他们说话 什么就是 两只小学大 要不然你也被启的 为什么呀 你再不吹出声音声 把你的保护势力 你保护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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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管他们的 我也不怎么喜欢骂别人 我只是想让他们不决 黑银档 黑银档 好了 删掉 你保护势力 老师您好 没办法 坐 我有点习惯这种节奏 就是了 好 下面咱们来永柳接龙 好 你开始 一锅中一处高 万条险下绿丝他 真棒 日记夜时才出 我感觉什么气啊 二月春风四点刀 如有唐鹤之招 林真鸿亮 二月春风四点刀 第一章 第一章成一树高 好 行走 四点 当时课紧张 还好有一张纸和一张笔 其实我大概也能记住那首诗 但是有个别的字 我已经记不住了 前面同学到我的时候 我好紧张啊 然后一下子就说成了最后一句 其实我应该说第一句的 然后还好我反应过来了 然后说第一句 下面一小组一单位 我们来交流学一下 这首古诗的意思 我见到他最大的感受是 他长得漂亮了 比原来好看多了 长高了 变得成熟了 同志们 不要客气 不是 拿了 你都拿了 你嘴上去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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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这次呢是应该上课 吃零食 把零食分给其他同学 影响其他东西上课 所以我提醒他 我觉得他也许是因为他 好长时间没回到学校 把这个学校的一些课堂常规都忘了 如果老师真的发现我带手机 带零食人带 而且那个还是 还给小朋友们分 然后可能也会给我家长啊 请家长打电话什么的 也挺没面子 不过吧 导演是那个 故意让那个样子带吃的啊 给我们分 我觉得他规格也是挺到位的 我都以为他真的就随意地带了啊 四千红总是春 好 今天的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好了 下课 起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好 同一位再见 好 你帮我写个人 放下 你写的 你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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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整体课下来 他还是有进步的 刚开始不是特别好 可是后来呢 又恢复到他原来的样子 我觉得 杨子啊 成了明星以后 永远能想到我们的小学老师 想到我们的母校 我感觉到很欣慰 能培养出这样好的学生呢 我也非常的自豪 今天是我植肉的糕点值日 好 现在可能擦完第一遍 然后擦第二遍 因为擦完第一遍 黑板会哗 以我小时候的经验是这样的 搞定 对 其实今天的时候 像语文课 我还算是认真听了 因为有一些助解啊什么的 其实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但是数学课的话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玩 因为其实那个任方位 其实是很好玩的嘛 老师还让我们指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指 就觉得我也是小学生 刚才我听他们说 要上跆拳道课 我觉得挺惊讶的 因为那时候 顶多就是体育 就是这样子 然后也不会接触到 跆拳道这方面 我以前从来没有教过样子 这个学校老师 以前说的样子 挺乖巧的 挺聪明的 我觉得他跟电视上 差不多 挺亲手的 挺好的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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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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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红梯 学习红梯 会不会上课 老师感觉特别温柔 然后应该是 不会发脾气的那种 然后但是我没想到 他突然 凹的一伞 然后把我们所有人 都震住了 那一刻我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 好吧 来 我们先学习一下 跟那个横梯的出腿啊 我们双手 双手去扶着我们 左边的地 这个时候 我们出腿 一 二 三 好 稍微用点力 四 好 来 好 起立 好疼 七 好久没练腿 八 好 不要再脱了 我们再来一次 好 来 准备 这条腿超紧的 今天其实一大败笔就是 我里面穿了一条 特别紧的裤子 就最多只能踢到这儿 然后也站不稳 可是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 下面呢 下面我们来教一组 简单的一个防身术 这个动作叫四方头 转手啊 啊 手腕 手腕 好 我们这个手啊 从外绕 你看 比如说你蹲住了 我这么走 出不去就这样 这么蹲 蹲不出来 只能需要 从外方向 哎 是不是出来了 手出来之后 我一定要转住 然后 我的知心姐孩 向后转 后转 做出了一个这几点 然后 哇 来 试一下 对 来 试一下 对 对 对 不要 不要那么紧张 放松慢点慢点 哎 很好 哎 小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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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很努力地学 最近呢 我最后把那个老师扳倒了 那一刻我还挺自豪的 我这次最大的感受 很聪明 然后 需要性各方面的很好 学东西很快 今天的课程安排的还是几个密鼓的 学校特意为杨子提供了不同科目的学习 接下来迎接她的将是音乐课 不知道能歌上舞的杨子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好 唱歌 你 同学们好 老师 你好 好 请坐 第一天我们就来学习新的一课 快乐的 来 来 我们把歌曲旋律演唱一遍 注意按照强弱规律来唱 请好 请 秀制服 我觉得 教杨子和其他同学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真正把它看作一个小学生 我找三位同学 来给我们领唱 那再来 今天我发现 纳帅在课堂的表现特积极特活跃 杨教来试试吧 杨教刚才的感觉 我观察了一下上课的过程当中 杨教用余光看了看纳帅的表情 马上自己的表情调整特别好 那一会看看三位同学表现的怎么样 好 有纳帅先进来啊 积极地认识新同学啊 积极 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你是快乐的兜莱蜜 你认识我 嗯 我认识你 非常好声音再放开一点 你是神奇的兜莱蜜 在幸福里 在节日里 你变成快乐的歌 好 积极地来 今天音乐可我感到更多的是不自信感 因为我以前唱歌 老师每次都会点名让我唱 他会觉得我唱得很好 可能是旁边的人唱得太好了 然后我一唱 哎 发现我的调 够不上他们的嗓子了 我觉得那个音调也是挺准的 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小细节 也可能发音没发准 希望在以后的课堂当中 一定要注意节奏 注意一下节奏感和乐感啊 好了 来 那咱们就 再用舞蹈来表现一下这首歌曲 好 起立 能备唱下来的 我们备唱 可以吗 哎 这边的音乐特别好 好 嗯 嗯 嗯 嘴巴吉 明天是我 我愿是你 明天是我 你是快乐的到来臨 百出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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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那些小学同学都不在 但是我看到我的师弟师妹们 我还是挺高兴 我也希望机会的话 那我们五二班 可以平常回来看看老师 会挺好的 然后大家集体干明口照个像 我觉得挺好的 我的校友是明星 由飞科电器独家冠名播出 用心科技 用心生活 本栏目由宝岛车叶特约播音 观众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来参与我的校友是明星的话题讨论 晒出您和明星学生时代的合影 或者上传视频 说出你对明星校友的祝福 就有机会亲临现场 与明星老同学重聚 如果你想收看我的校友是明星的精彩视频 可以登陆爱奇艺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乐视网和训雷看看 欢迎关注新浪娱乐 获得更多节目资讯 关注百度贴吧人人网 节目公共主页 参与我的校友是明星的互动活动 赢取精美奖品 来吧 杨总 您经过这么多折磨 您终于重新回到了舞台上 来吧 既然我们提前有约定 如果是比赛中战时失利的话 把老师教的东西都还回去 那么就对老师有一个很正式的 歉意的表达 您明白该怎么做了 接下来 请 那个 要不要哭的感觉 杨老师 张老师 就是 我错了 然后 其实 其实今天 对不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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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啊 觉得 就是 十年然后没跟你们见面了 但是 我小的时候 其实 但是 我小的时候 其实 就不容易会有点 就是 他们有点 就是 不能的 都等到你 就会有点 就是 逆事 就是 这就不一样 也会有点 就是我做的 就是 我可能就会有点 有点 就是 我也能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